今天来讲讲盆栽柑橘春季的管理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保证自己的盆栽柑橘 在今年能够高产的前提下 明年也能高产 我们要做好几项管理 首先就是枝条的管理 枝条管理分为几类 第一 我们要保证大部分的枝条都是中庸枝 这样的中庸枝才是很好的结果枝条 对于那部分特别壮的营养枝条 我们要及时的给它修剪掉 营养枝条会吸收大量的营养 造成其他的枝条营养分配不均 会造成落果或者果汁品质不好 像这样的营养枝 我们可以考虑给它修剪掉 这样的特别健壮的营养枝 我们要及时的去给它修剪掉 不要舍不得 修剪的时候修剪口一定要平 为了让它明年更高产 必须保证今年有很多的侧芽出来 那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 现在的植株侧芽多不多 如果不多 我们有两种方法 让它出更多的侧芽 我们可以通过修剪 还有抹芽这两种方式 让它出更多的侧芽出来 那怎么去操作呢 修剪其实很简单 大家可以选择几个枝条 然后给它通过短节的方式 一修剪边上就能有很多的侧芝出来 这个非常简单 另外一个就是抹芽 有人又叫它放梢 那这个我具体的给大家讲一下 对于分支能力强的品种 我们可以不用取抹芽 如果分支能力不强 芽点很少的 我们可以通过抹芽的方式 让它不断的出新芽出来 这样一抹抹掉 到时候会出三根四根 然后不断的抹 到时候会出很多的侧芽出来 侧芽越多 明年的结果之条就越多 第二件事情就是施肥 施肥我们根据植株的实际情况 来决定现在给什么肥料 如果像这样的非常健壮的 长势好的品种 我们在一个月之前 已经给过了一部分均衡肥 那我们只需要给一部分高磷肥 比如说磷酸二千甲 能够让它的花膀开放的更有力 磷酸二千甲 我们以喷饰为主 如果叶子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进行一部分灌根也行 用千分之一左右的浓度就行了 在花期 同时补充少量微量元素肥 特别是盆 可以提高果子的结实率 但是给微量元素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浓度 浓度一高 特别容易出现烧苗的情况 一定要严格的按照背后说明的浓度 去喷湿或者灌根 大家可以拿个电子秤 秤一下分量 然后按照浓度来兑水浇灌就行了 对于长势比较弱的柑橘 它的筋杆 还有根系里面所储存的营养 可能无法满足它整个花期的开放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还要去补充少量的均衡肥 什么叫做均衡肥 就是蛋、磷、甲含量一样的 这样的肥料叫均衡肥 在给均衡肥的时候 我们特别要注意 尽量的去给水溶性的均衡肥 也就是短效的素溶肥 如果给长效肥 有可能会引起柑橘植株的旺涨 一旦柑橘植株出现了旺涨 到时候会出现大量的落果的情况 最后呢 花期我们还要做好病虫害的预防 花期的虫害很多 比如说牙虫、鸡马、前烟营之类的 大家都观察 如果遇到的话 及时防治 真菌性的感染也很多 如果你能接受药物预防 及时的去喷尸一些保护性的杀菌剂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